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以 text我的link嘛 Facebook 直接写去City Plus Facebook 我给你那个link 我现在给你那个link 对对对 你直接copy就可以 或者是你直接share 那个live就会直接出现 哇 我们线上的朋友 现在已经很多在线上了 我们已经有60多位朋友在线上了 Hello 大家好 嗨 大家午安好 对 我们有这位非常帅气 然后很专业的Dr.Chin OK 那欢迎大家就是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聊的呢 其实就是儿童性教育 我相信这件事情呢 是很多父母很关注 但是又觉得很 你知道吗 有一点难以启齿的 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一个 小儿专科的医生 Dr.Chin在节目的现场 Dr.Chin 你看一下你的手机 我已经share你了 那个link 好 我谢谢我的Facebook 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 跟我们的Dr.Chin 我们的专业的小儿 专科医生来打个招呼 然后我其实是之前呢 在电视台认识 我们的这一位专家的 然后隔了好多年之后 应该是至少有三四年了吧 有 才有机会再次请他来上节目 所以各位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哦 欢迎大家就是赶快留言 然后有任何关于 儿童性教育这一块的 都可以跟我们的Dr.Chin 来做一些交流跟互动 我们很快还有倒数一分钟 就会进过直播 所以大家赶快帮我们share一下 这个live 因为我一直觉得儿童性教育太重要 然后我们在华人的社会当中 好像真的太少有机会 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再加上我们现在因为 可能就是你知道吗 有很多的行动管制令 疫情恶化 我们在家中跟小孩相处的时间 是非常长的 那是不是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跟小孩一起来讨论性这件事情呢 我想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很重要的教育 所以大家赶快留言 然后跟我们的医生互动 然后帮我们把这个live分享出去 也可以跟我们打声招呼 跟我们的医生来打声招呼 我们倒数18秒进入直播 OK 好 早就去我们准备了 10秒 您好 最重要的就是儿童性教育 其实之前呢 我们在下班有话题的这个节目当中 就曾经聊过说 儿童在网路上所遭遇到的一些性迫害 那有些数据说起来呢 是一个很很严峻的现实 没有说我们可能就不会关注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调查 就发现说 东南亚四个国家 包括马来西亚在里面 我们有超过一半的儿童 在网路上 其实都曾经接触过一些 跟色情有关的资讯呢 那有22.8%的孩童呢 在网上就会被一些可能陌生人 就要求去讨论一些有关性爱的话题 然后你知道吗 原来还有17.6%的儿童 曾经在网上 就有一些陌生人呢 就要求这些儿童说 你能不能提供我们那个哥哥姐姐 关于你可能一些私处啊 或者是没有穿衣服的照片 或者视频 我觉得这个数据 当我看到的时候 我是感到非常的惊吓 然后也感到非常可怕的 所以呢 不管是在网路中 还是在现实中 其实儿童性教育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今天很开心 在节目当中 请到了这一位 很久不见的专家 我们有长得很帅气 然后呢 也非常专业的医生 我们有Dr.Chin 哈喽 大家午安好 是 那我一开始认识Dr.Chin的时候呢 就知道 他非常努力的 在推广儿童性教育 他本身也是一位 小儿专科 那我问一下Dr.Chin 其实在你推广了好几年之后 你认为在马来西亚 我们的这个儿童性教育 其实算是普及了吗 基本上还是不是很普及了 因为我觉得很多父母呢 都不会直接问我们 怎样去教导性教育 不过呢 我有这个想法 要推广性教育 是因为我诊所 现在已经步入第21年了 所以看着那些婴儿 慢慢的成长长大 到后来呢 很多父母会问我说 我孩子开始会投诉说 那边勃起来他很痛 或者是有那种 手营的坏习惯 会去偷看那些 色情片 我该怎么做 所以那个时候 应该是我的诊所12年 13年 因为那时开始孩子长大了 就是大概10年前 就开始有很多的顾客 向你提出这种困扰 对 所以那时我就开始 以我的诊所名义 在附近住了一个小小的礼堂 去做性教育 然后过后呢 因为那个听众呢 有那些学校的辅导老师 你也是要知道 现在教育部呢 已经比以前我们不同了 现在他们已经开始 有点那个性教育 在小学的那个体健教科本里面 所以里面是用卡通的方式来表达 所以辅导老师也是有面对这些问题 好像说在厕所里面拉手 借文都有 所以辅导老师说 不如你来我们诊所 来我们学校 提一提这些性教育 我就前几年就开始被邀请去小学 针对那些五六年级的学生 一起来讲这性教育 我是用不同的方式去揭露 不要弄得很尴尬 然后从中带出那些性教育的信息 包括有点自我保护是最重要 还有被性虐待等等那些课题 那董事务 因为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来看 你大概在这条路上 也走了大概有十年 做这个性教育的推广 那你觉得比对十年前后 现在有比较好一些吗 其实我觉得现在 第一最重要校长 还有那个辅导老师 比较会开放 比较会说 就是说会邀请我们去跟他对谈 然后呢 老师方面那边的辅导方面呢 也是比较有 会辅导那些学生 甚至叫家长进来 跟他对谈 如果有这样这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有进步 就是说不是说收作不敢谈 或者妈妈直接来问我 不过很多人很奇怪 就是 boy有问题 男生有问题 都是妈妈带进来的 不是父亲 可能父亲更害羞 母亲带进来 他的那个阴迹 好像有点肿啊 或者跟你包皮的东西啊 这虽然是性知识的一部分 其实性知识很广 你可以从baby开始出现 那个 那些性器官有缺陷啊 所以我在性教育的 在小学呢 我也是带入一点 那些医疗知识 比方说你搞完 一粒大一粒小 一个没有搞完 或者是阴迹很小 那些所谓的健康问题 然后自我保护 然后到最后发育 所以妈妈很多带进来 就是那些有些 怀疑有问题 这样了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好像是母亲 比较在处理这些问题 我觉得对哦 然后父亲比较少介入 对对对 所以我的 很多那些照片 我跟妈妈解释咯 我说你没有这个性器官 你很难去解释的 所以我说如果能的话 叫父亲一起进来 所以这边我就带出 就是父母有时真的要提性教育 要从baby出世开始 从互动 好像在一起冲凉 跟他抹茶 换衣服的时候 不要说一下子 一种小动作遮住他脸 或者你转身 看到你偷看你 或者你换衣服 一下子转一转身 那种小动作 孩子全部会记在脑里 一看着眼里 为什么你换衣服 我走进来 你一下子转身 你觉得你 弄到他们更好奇 更奇怪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父母在家里可能换衣服 就是父母本身 没有穿着衣服的时候 如果有年纪比较小的小孩 其实你所谓的 年纪比较小的小孩 是大概几岁 因为我记得 以前你的分享 曾经有讲过 其实小孩大概是 到了一定的年纪 他对性别 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知之后 我们有一些行为 确实要调整 但是在那之前 你是比较鼓励 父母跟小孩 是坦诚相对的 对吗 我觉得是 就是赤裸裸的相对 因为孩子 在心理方面 关于你知道 自己本身的性别 大概是四岁 他们大概知道 自己是男性 还是女性 然后他开始会 感觉到 我和你的分别 所以四岁前 我觉得他们 你不要以为 他们不懂 他们眼睛看 只是他们不会表达 他可能是用哭 闹哭的表达 他们的emotion 不过他们眼睛看着 如果你比方说三岁 他走进来 你再换衣服 突然间冲进你的房间 或冲进你的厕所 你就一直在转身 或者是 在看戏 有戒纹 你遮住他眼睛 不给他们看 这种小动作 他们记在里面 他会觉得 很奇怪 这样很奇怪 所以你弄到一个东西 就奇怪 人是一个很好奇的动物 你这一半不这一半 觉得更好奇 更想去看 所以弄到他们会觉得 这个事情反而好像更神秘 反而他们之后 过后你不再跟他解释 他自动没说去找 然后父母也是要我要知道 你们也是要知道 不要以为孩子 关在家里 就不能跟世界外界的人接触 这个可能大错得错的 对 现在的小孩 年纪小小 对于网路上的一些探索 可能比大人还厉害呢 对 这种十四百在眼前 刚才佩妮也是讲到那数据 在家我跟学校的辅导老师 有接触 他们都会说 十一岁可以谈 你昨天看什么摄情片 something like that 父母你们在逃避 逃避现实不敢讲 我觉得不对 其实有些时候逃避 是因为父母 可能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比如说像小孩问他说 妈妈为什么他们这样的时候 可能妈妈本身 他觉得自己难以启齿 所以你觉得你会鼓励父母 可能就是小小小孩问什么 我们要直接回答他是这样的吗 对 其实在医学领域 我们所谓叫预防 prevention 我们有分primary 初级 secondary第二级 然后tertary第三级 所以primary就是 还没有发生事件之前 你要做好准备 before你揽上covid 你要戴好口罩这些等等 所以孩子一出事 你可以慢慢去关注 正确的新知识 不要逃避 ok 然后现在孩子 let's say你孩子是三四岁了 已经过了那个时间 比方说现在你很久 没有拥抱过你父亲 以下我们都很保守 突然间你叫你拥抱你父亲 接吻你的妈妈的脸下 有点不敢 不过你可以 那个隔膜你冲过去 其实ok的 所以你三四岁的孩子 没有真的跟他 侧罗罗一起冲凉 比方说 或者是那些小动作 你也是可以开始 这样的行动 虽然开始有点尴尬 好过你等到十多岁 十多岁你也不鼓励吧 对 就不鼓励了 不过那时候突然间问你的话 或者突然间你看他在 在手营在房间 我们就打飞 今天好笑 突然间你会怎样面对 而反而我觉得父母 你要主动跟他讲 你十多岁 你有点心幻想 偶尔你会wet dream 梦遗 或者叫遗经 在教科朋友的 在六年级的教科朋友 有遗经 所以你先proactive 自动跟他说 好过他 你突然间问到 你好昂昂 一下子问到 你不会讲 这种是secondary prevention 还有第二个secondary prevention 就是希望他们如果 他们如果真的 好像这个就扯到 婚前新生活 单亲妈妈 新病等等 所以这种 我在新教育就讲到 就是secondary 就是预防他有这样的事件发生 特效率就是 就是没办法了 已经单亲妈妈了 妻婴了 我们有福利部来帮他 那个已经变成了 一种社会问题 对 但是其实这些社会问题 是能够更早去预防的 对 像医生说的 如果我们能够 在初级的时候 或者是小孩更小的时候 他有一些正确的认知 那可能他在处理 自己的一些亲密关系 他能够更谨慎 或者他知道 自己该怎么办 对 是 我觉得这一点 是相当的关键的 那现在正在收听 节目的朋友 下午好 今天在下班生活制 就很开心 邀请到Dr.Chin 他本身是一位小儿 砖科医生 那同时在过去的十年 非常积极努力的在做 儿童性教育的推广 现在我们在 CD Plus FM的脸书专业 还有YouTube频道 都有这个现场直播 欢迎大家 尤其是爸爸妈妈 如果你有些问题 真的不懂该怎么处理 不知道该怎么做 或者小孩问你 你回答不了 现在赶快来 跟我们的Dr.Chin 做一些交流 我相信 他能够在现场 给你一些很好的提问 我们先打住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OK 我们现在先进入 广告的部分 那我们也看到 有些朋友的留言 在我这边呢 有看到GoiPaint 也就是我们的吴医生 他也是另外一位医生 吴亦品医生 他就有说 绘本是一种 很好的用具 对吧 对 绘本呢 就是用图画来表达 其实体验 也是有那种卡通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来开始表达 如果是三四岁过后 我本身就比较直接 我就跟我来 现在我 异性的到四岁 可能你要 穿一些 好像底裤 或者游泳裤 但是 比方四岁 你是觉得真的可以 我可以 我做得到 我三个孩子 两个男的 现在还有一个隔的 你的隔几岁了 现在六岁 不过还没有 我还没有 遮 你知道吗 所以他也不会 爸爸怎么 不过他会分辨 爸爸你的皮 好像 你有 hair 我讲你大了 就有 hair 他看到妈咪的 也是有毛毛 但你的太太 也认同你的 这种教育方式 对对对 就你们都 对三个小孩 都是这样 对对对 你确实有感觉到 小孩 因为现在孩子都大了 你最小的小孩 也六岁 六岁 大了十八岁 他也没有觉得 现在很尴尬 而且我觉得 你样子看不出来 没有 你怎么可以保养 摆头发 你怎么可以 保养得那么好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的三个小孩 对性这个 他其实就很清晰 他不会说 好像会特地 自己跑去看一些什么 也不会 不过如果有的话 我也不担心 因为他已经有一个 这种是所谓色情 那些YouTube 你管不了的 你就有学 拉着他 然后给他知道 这种是错 或是对的 OK 比方说你 不能避免 婚前性行为 但他至少知道 对不对 他不会说 好像乱来 或者是 他不会说 因为好奇 然后就怎么样 OK 这一点很关键 我们的 吴亦平医生 也在看着我们的直播 然后 是你朋友吗 OK 我们也跟 吴医生 关系蛮不错 算是 因为我们也有 访问过他几次 然后我们看到 Facebook这边 有 他说 我们有 Irene Choi 一下我好 Since Lee 下午好 Lee Kim Ho Hello Alice Jones 嗨 下午好 Dan Hong Han 他就说 Exactly 他认为应该要给他们看 然后要在旁引导 他说他都会允许孩子 看黄明志的MV 不小心 为什么 他这个MV是 有什么 我不知道 我没有看过 我没有看过这个MV 我不懂 但只要父母在旁边 引导 其实就 就可以 对吗 对 不过我觉得是 如果孩子就 一出事开始了 我们也不会觉得说 很尴尬 我们是用本身的 身体的器官来表达 比方说 你一个孩子 讲 I Nose 那边你就 你们的 其实性器官 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但我们通常 通常不会教 对 你越避开他 我觉得孩子越好奇 人 我就说都是这样的 然后你要遮 看他 看不过 你更想看他去看 或者那种小动作 一转身 为什么你换一副 孩子冲 你就要转身 遮一遮一点点 你就很坦然的 跟他面对 然后跟他说 因为我是以本身 个人的经验 像我本身的孩子 一个大了 18、16岁 我跟他冲凉 到大概17岁 不是17岁 17岁 也太大了 6岁到7岁 当他们开始会 讲出来 爸爸我们有点害羞了 OK 我们三个一起冲 真的啊 然后6、7岁 然后大的8岁 他们觉得有点尴尬了 我基本上 大概他那时候 他开始有一些表示的时候 有表示 然后他们也不会说 之前会说特别尴尬 我就跟他说 包皮要怎样洗 这种搞完 这边也有两粒的 不能一个特别大 你大就是小长期 可能就自己也要观察 对不对 我叫他们去检验自己的性器官 然后在发育的过程 你要主动的跟他说 你可能会有这个 Wed Dream 梦娱和仪精 或者是偶尔 有那种性幻觉 就会有这个手营的 这个情况出现 然后我们说 你也不要自责 因为很多上一代就说会自责 对 因为在医学界 有没有说特别的 说会伤害肾等等 只是你太过上瘾 就好像你挖壁死 就挖壁死 因为你坏习惯 反而你把你的精力 放在这种方面 这个就不好 我就说 如果你有这样的 你告诉我 就分三个注意力气 我这样把你精力 充沛的全部发泄在运动 所以在手营这方面 我在新教育 跟六年级的学生 我也是跟他们解说 我甚至有video给他们看 就是父母分享的 因为手营不限制在发育 三四岁 有时他们也是会 去手去摸下体 男女都有 但我觉得它可能 也是一种自然的过程 因为它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你可能就是 不懂 然后好像爸爸妈妈 也从来没有讲起过 对不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 很好奇 这个东西在自己的身上 但又没有人敢讲 对 所以有时面对这样 父母要怎样去 开导那个孩子 如果三四岁 当时还没有心幻想的 只是一种坏习惯 它摩擦了几次 它会所谓的上瘾 它觉得一种 快乐的感觉 快乐的感觉 这种是一个生理反应 所以你就要避开 那种很舒服的环境 给它一个人在那边 你自制骂它也没有用 它要拉它 走开那个环境 明白 就是不要让它陷入在里面 或者是一直沉迷 这样的感觉 OK 我们看到 Dion Huling也说 医生帅帅 他说还以为是吴彦祖 Camera好 没有没有 真的现实中 医生也真的很好看 然后我们有Zuni Chan 也说 Hello Dr. Chin Irene也 应该有tag了一些朋友 一起进来 Eddie Chan 下午好 Hello 然后 Oli Fong 她就有一个问题吧 她说 六岁的男孩 女孩 现在开始就常常说 她喜欢某某男孩 她说她应该怎样正确的引导 OK 这个问题不错 但我们先后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大概还有40秒 就要回到直播 那我们等一下回来 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我们有Oli Fong 所以你要留在线上 丹鸿汉就说 他已经share了那颗MV给我看 谢谢你 我再去看一下这是什么MV 那欢迎大家 就是现在在线上的朋友 帮我们把这个Live分享出去 或者take一些父母进来 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 因为我们觉得儿童性幻想 这个是一个很严肃 但是很少人会去聊的话题 其实不是太好 我们希望更多人来了解这一块 我们还有15秒回到直播 接下来我们回到直播 第一个问题问一下 Dr. Jin为什么性教育那么重要 OK我们先从这一块聊起 广告我们就没有Live 没有看到我们了 欢迎回到下班生活职 你好我是佩玲 今天在节目的现场 我们有小儿专科医生 也是儿童性教育的推广医生 我们有Dr. Jin在节目的现场 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 儿童性教育 那Dr. Jin想要请你分享一下 其实你过去十年都很积极 做儿童性教育的推广 为什么你认为儿童性教育那么重要 因为我本身的经验 我觉得可以告诉我 孩子的性教育 可以从初始开始就教导他 然后不要把那性器官 当成一个很神秘的器官 其实我们身体一部分 其实原始人都不穿衣服的 只是穿底裤衣服 是保护那器官 因为很脆弱 然后我也是用幽默的方式 跟他们说 性器官有些是骑行的 比方说小肠气 水狼肿 包皮 龟头炎 女生 外印度有时发炎 然后到最后 很多父母会跟我说 父母怎样跟孩子说 他突然间勃起 会很痛 会感觉痛 然后最后我就觉得 我本身接触那些学生 你不要以为他们不懂 他们真的比我们还更懂 然后又是辅导老师的回归 说真的需要这一边的 做一点教育 然后本身的诊所也是 十多年开始看到 父母有面对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应该去开导父母 我们是这个年代 七八十年代 所以上一代可能就比较 所谓的保守 然后我们不是说教导新教育 就给他所谓新开放等等 和外国的思想不一样 反而我要给他们自我保护 而且先让他们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他知道了之后 他就知道该怎么样保护自己 而不是说 因为你懂了这个性教育 他就会淫乱 或者是乱搞性关系 不是这个意思 对 所以我刚才所说 primary prevention 第一级的防备措施 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看 如果我们的性教育 在马来西亚不够普及 或者是没有受到重视的话 其实就会带来一些长期的影响 像刚刚也有提到 可能是一些社会问题 对吧 对 这肯定的 然后到时就是 单亲妈妈 妻婴 性病 包括HIV 然后multiple sexual partner 子供癌 cancer等等 然后肯定的 父母可能你忙碌做工 你不知道 我本身 以前我在文德甲服务过 那时我才多少年前呢 2000年 就是20年前 那边我也可以遇过 一个16岁的少女 然后HIV positive 它本来是有 人家讲 爆菜花 那种性病 然后你有爆菜花 这种那种性病呢 我们就不能停在那边 我们要继续验 有没有HIV 然后HIV positive HIV positive 我们肯定要 trace他的partner 他的boyfriend positive 然后boyfriend是multiple partner 你不懂的 所以你要自我保护 所以你有这种 所谓的性知识 因为这种 我就带出所谓的 比方说 小说说 女性是为了 爱而付出性 你男生就掉反过来 为了性 因为男生本身是动物阶 就是好像一个 好像hunter 你在动物阶 就是一个有multiple partner 为了传宗接代 这可以理解的 把我们的道德观念 我们是人来的 有思考人力 有friend的路 我们有前脑的friend的路 所以你给他们 有这种所谓的 primary prevention 他们觉得 后果是什么 性病 怀孕 然后你要去 负责任 往后的很多 你知道吗 家庭责任 或者是财务上的责任 还有健康上的责任等等 对 讲到这责任 我的诊所也是很多悲剧的 比方说 阿公阿嬷带那个孙进来 爸爸妈妈 我离婚了 十多岁 生了就丢给他们 一个负担来的 不是精神 还有钱财一大堆 所以这种年轻人 就不负责任 所以到最后我就讲到 你们做什么东西 要自己 要负责的那种年轻人 所以就跟六年级他们讲 before他们上中学 了解 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在家庭 首先先开始 这个性教育 好过你说到小孩长大了 再到学校去 可能有些时候是 会有一点来不及的感觉 那我们看到 有一份数据就显示 因为我们说东方社会 我们就拿中国的 这个数据调查 它就显示说 94%以上的家长 是赞成说 性教育很重要 可是真正做过 所谓的性教育 这一块的 其实就有77% 而且这个77%里面 只有一半以上 只是偶尔 讲一讲 就是通常都不怎么讲 而且呢 没有做性教育的家庭当中 其实有高达80% 他们有讲 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个性教育 而且他们认为说 性教育有一点难讲 甚至会教坏孩子 其实这个数据也反映出 父母的 就是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进行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 Dr. Jin 其实所谓的性教育 包括了哪方面的支持 是不是像小孩表示 性关系而已 还是说可能还包括认识我们的器官 或者是一些跟性有关的疾病等等 对 我觉得不同年龄 我们有不同的方式 好像小孩子 好像线上刚才有个听众说 用绘本 用卡通 其实我们教育部的教科本体建 四五六年级已经有教科本 用卡通 也是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 而我本身经验就比较直接 我就用本身的器官 我在冲凉的时候 其实亲子关系时间不多 双心父母 一个是餐桌 在吃饭的时候 不要玩hand phone 第二就是冲凉的时候 第三就是刚刚礼拜 Sunday morning 起身 带床 滚来滚去讲一下那些故事 所以其中一个亲子关系 就是冲凉的时候 车罗罗的冲凉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觉得异性冲凉 可以到四岁五岁 那时你可以穿一个游泳裤 如果同性冲凉 就是妈妈跟女儿 爸爸跟孩子 好像我本身 可以到七岁八岁 他们觉得有点尴尬 OK 我们就stop 从中 用你的身体带过去 就好像平时我跟baby说 你们说 爱眼睛闭脂 你自己本身的理念很重要 你不能当作是一个 很神秘的 虽然我们之前的长辈 会这样跟我们说 我们要改 你不改 你的孩子可能觉得 这个很神秘 然后神秘到有一个时间 他可以上网找资料 那种资料可能是误导性的 而且很容易也给 有心人给误导 给误导 然后你派你星期观 videocam出去给人家 就好像你所说的那些数据 所以我觉得 从绘本本身身体 找手讲 然后到发育的时候 你又讲不同的 你先讲 他们所面对的 发育的时候的问题 刚刚你说的 男孩跟女孩 可能会有不同的状况 对 然后讲到性爱方面 你要讲 为什么男女要性爱 我在我的性交友就说 如果是单细胞的 那些原始动物是慢慢分裂的 所以分裂你没有两个基因交配 你不会传播最优秀的后代 所以人类因为要传播优秀后代 你一定要交配 交配不是接纹这么简单 你一定要交配 爸爸的印镜放在妈妈的印刀 然后那金虫 其实孩子七岁八岁 他们有些讲sperm了的 他们甚至会问 有那四字枝 F-U-C-K 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说 这种其实是一个 心爱的动作 我就把那个定型为一个动词 我讲 就有这个动作才可以交配 你交配过后 有那女生 在妈妈子宫怀孕 就生缓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 一步一步慢慢讲 到最后 是自我保护很重要 就是那种模仿心态了 女生 你不能为了爱情 而付出你的心 然后真的 最后把关 我甚至讲到安全套 12岁我跟他们讲 有些人就是 比较宗教型的 就说 你讲到安全套 这样不是乱来 烂用什么 其实我去过布丹做医诊 布丹那边有一个machine 卖安全套 布丹这样所谓 保守的佛教 布丹有一个保险套 还有甚至有信教 他们很注重 所以我觉得 你用不同的观念来讲 做宗教 或什么 我觉得不是 我们不是从那边介入 我们是用我们本身的感觉 我觉得他们迟早会 而且是你本身的专业知识 你认为说 其实安全套这个东西 可能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 会认为说 它不就是阻止了 可能人类进行一些 更亲密的关系 或者是生儿育 你等等 但其实在医药的 这一个范畴里面 安全套恰恰就是 一个保护自己 也保护对方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算是一个物品吧 对 然后这边会带出一比方说 所谓的性冲动 男性性冲动 肯定多过女性 所以最后把关的 女性很重要 因为艾滋病 如果两性传染了 男性传给女性 还高过女性传给男性 可能因为生理的 那个构造的问题 所以安全套是最后一个把关 甚至怀孕 因为你会造就一个生命 因为那一刹那的 所谓的 性兴奋的时候 因为这种事 在所难免 如果你在性兴奋 我说你是性荷尔蒙 主导你的 所以当你有这些知识的时候 他们会 最后把关 知道什么要做 这一点很关键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 其实是设为 儿童性教育 是不是要从三岁前 就要开始 刚刚其实 Dr.Chin也回答了 越小开始越好 从baby开始 你就可以跟小孩 一起赤裸的去洗澡 是OK的 那一直到四岁 这是同性 就是应该是异性 就是父亲跟女儿 然后母亲跟儿子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同性的话 母亲跟女儿 还有父亲跟儿子的话 可以继续 一直到七八岁 除非小孩觉得 开始不舒服了 等等的 那想问一下 就是Dr.Chin 其实刚刚你有提到 每个年龄层 我们都可以用 不同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 刚刚是给了父母 一个很好的提示 那当然我们现在 在CD Plus FM的脸书 专业跟YouTube频道 都有这个现场直播 我觉得这个机会 其实很难得 我们直接就有 专家在现场了 来告诉你 儿童性教育 这件事情 该怎么开始 然后又该怎么继续进行 我们先打住一下 待会回来继续 OK好 然后多多去 你要回答刚刚那个 六岁 对对对 他说六岁的女孩 就说他喜欢某某男孩 然后这个应该是父母吧 他说他应该怎么做 偶像了 你可以直接说 好 等一下会有我的方式来解答 你要等一下再说是吗 现在我讲了吗 可以啊可以啊 你可以现在再讲 第一我觉得 这个女性很正常啊 她一心相细嘛 你不要跟我说一个女性 爱上一个女性 也不是说 其实那些同性念 那些感觉啦 只是说 是一个正常的心理发展 OK 其实我们父母本身 我们本身有时 不知不觉也会说 那个男明星很handsome 或什么 其实儿子 他们就是会看在远里的 我本身女儿也是啊 他很欣赏 他甚至说 他有四个boyfriend 什么明星啊 然后许嘉玲 他们讲几个 还有TF boy 哇他很喜欢年轻 我女儿六岁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 这个时候你陪伴他长大 因为毕竟他们说嘛 女儿就是爸爸的前世情人 所以我觉得 如果爸爸 他本身 有一直陪伴他成长的话呢 他可以当成 他会把你当成一个好榜样 他很难会向外发展 所以如果你个家庭 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unit 一个 他会把那个所谓的 我觉得相信力 到十五十六岁 他所谓的发桥啊 对一心相信是正常的 不过他会比较 嗯 外面的boyfriend 有四五个 怎样都比我的 家里的boyfriend 就爸爸好 他们不会向外 就是我觉得 他们会谈恋爱的 几率会比较 可能暗恋啊 你想问我十多岁 也是有暗恋人的嘛 写情信 以前真的 哇 等到postman来的 现在麻辣无料 现在叫email 没有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 他们会欣赏是正常 不过到最后呢 他的内心 力呢 会欣赏爸爸 as a model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 其实刚才都说这番话 我听出一个讯息 我们可能要先跟小孩 培养一种信任 所以他才会告诉我们 对吗 这个是对的 对不对 那他信任的 比如说他喜欢谁谁谁 他会告诉我们的之后 我们才可以跟他说 哦 这样我们看看 这个男孩怎么样啊 什么这样 所以当小孩会跟我们讲 反而我们才知道 他在干嘛 对 这所谓 我跟你说 爱心教育 爱心不是宠坏 我觉得是买handphone给他 所以他们告诉你了 如果你说 啊 这样小 你不能讲这些 我觉得你压着他 没有用的 太反弹的 而且他可能也不想跟你说 对 然后他就自己去 外面问别人 那可能更不好 所以我觉得好像 这种是一个 好像弹簧的道理 你压得越紧哦 你不要他以为乖乖 在你前面乖个半斯文 然后十多岁 反弹 我觉得一下子吓坏你 可能很多是这样的 静静不出声 你压 用所谓的藤条 胶边这些 你的spring 你压越紧 他一反而 跳得更勾裂 爆发得更强 这样你的小孩 跟你的关系应该很好 as a friend 我觉得是朋友 不然你讲到做到 就是说 你自己真的有一些 答应他的事情 你要做给他看 然后你严格的时候 严格no就是no 我也是有自己的尊严 了解 另外我们就看到 下面有很多的朋友 都在take别的朋友来看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可以把你的一些 亲戚朋友 或你本身的另一半 比如说你是妈妈 然后take你的老公进来 因为我们真的就是 父母要一起去执行 我觉得下一段回来很关键 Dr. Chin 我们能不能讲一下 像现在有些父母 他真的很排泄 然后他不敢 那你有没有一些秘诀 可以教这些父母 怎么样去突破 自己的心理障碍 我们下一段回来 关注父母这一块 好的 然后这里我们先 回应一些朋友 像Harry Austin 他就说下午好 哈喽 我们有E-log 嗨 然后这个Irene Try 我其实不是很明白 她的意思 她说如果孩子 会以这趴 再摇摆 我们应该如何纠正 是什么意思 摇摆她皮股吗 还是什么 不懂 还是她的性器官吗 还是什么 我本身就有很多 比方说 六七岁一个小孩 进来我的诊所 她一直跟妈妈 投诉下体养 然后我问妈妈 你本身有去检验 她下体吗 妈妈说 有啊 我想有问题吗 没有啊 没有红疹呢 说没有红疹呢 就不代表说会养的 这个可能她自我 手气 无摸下体 而被妈妈抓个斟酌 妈妈做什么事情 妈妈一下体养 养了这么久 看没有问题啊 小便大便没有事啊 所以我再double check多一次 这根本没有事情 这个是手营的一个习惯 哦 其实手营 大概是几岁会开始 一般的男性 在发育呢 肯定有那所谓的 异性的概念 在里面的性冲动 肯定会有 然后做医学调查呢 男性有90% 有手营的那个机会 女性大概40%到50% 但是现在我面对的是 15岁的孩子啊 15岁的孩子呢 他们还没有发育 不过呢 偶尔他们因为有 那么的一个 巧妙的环境 很舒服 坐在那边 手放进去 因为你看起来小孩子啊 baby一岁两岁 你换尿布啊 他手也会自动去摸下体的 摸摸下体就站起来 打叭 yes 我觉得很好笑 所以我觉得 正常的 他们是一种 自我安抚的感觉 有点所谓的生理 反而会爽的感觉 所以15岁也一样 所以他不知不觉 就会所谓的上瘾 所以父母看到你 不用打骂他 自责没有用的 你尽量不要 吃到一个 这样的舒适的环境 如果是sofa 你就不要一个人 在sofa给他在那边 我真是有video 在我做讲座 我就给他们看 这种 你面对要怎么做 最重要就是 我每次跟父母亲说 孩子跟你可以同房睡 不要同床 那天来一个孩子 也是四岁的男孩 他妈妈说 他坐在他的大腿摩擦 我讲 是不是你们三个人一间房 不间房不用讲 还同床 你不要以为他不知道 他晚上偷看你们拍拖 所以我知道了 医生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会鼓励 小孩几岁开始 就不要同 可以同房 但不要同床 从开始就不要 真的啊 因为你看很多父母 因为 你们方便 你们喂母母 一转过去喂母母 其实这边 我是很可怜我们的爸爸 爸爸有时候 离家出走 被踢下床 没办法 配合你们 因为你们母性太强 就没有人性了 每次跟父母 人性 所以我觉得 我都觉得你太幽默了 你从零岁开始 给他放在一个baby cord 是为了安全 因为你怎样围 我还是很多人跌床的 你是super king size 你这样围 不然又很多ex 发 吓到你 又跌在床 因为他们四岁开始 会转身 所以那时你跟他放在 他自己的隔别的床 可能他又不习惯了 要你的奶味 所以你一开始给他习惯 所以你一开始给他习惯 河水不翻紧 所以你那边 我们两公婆要partout的 可能六岁 他们比较勇敢 可以分房 如果同房 不要同床 所以我再确定一下 就是说baby一开始 你就建议baby 就不要跟爸爸妈妈 睡在同一张床 baby哦 在baby cord吗 有baby cord的吗 就是那种baby床 baby床在旁边 你的king size bed 还有个way 这边放一个小床 所以baby一开始就睡自己的床 然后你刚才说六岁对吗 六岁就让他睡自己的房 如果更早就更好 不过很难 有一点难吧 我本身我是觉得 我孩子大概六岁可以 就开着门了 没什么 如果没有就同房 不同床 然后最重要就是 他们做这种手营 不是所谓看到你们 所partout的时候 如果没有看到 他们也是有所谓自动会的 就好像他们 就是一种生理反应 其实是正常的 是手指甲 不过你就不要给他上瘾了 明白 这个也是有点刷新了 我的认知 果然我觉得所有的爸爸妈妈 真的要向Dr.Chin多多请教 因为他本身 你有自己的经验 三个小孩 然后W康仲 他就说 Dr.很可爱 很幽默 很灰调 然后Sinsley 应该是Dr.Chin的 忠实粉丝吧 他说Dr.Chin的直播 是很有趣的 每个星期五都有直播 大家其实就是 可以去留意一下 Dr.Chin的page 因为他的人气是很高的 我每次看到他的live 都超多粉丝在看的 然后Like Kim Ying也说 母性太强 没人性 他说他第一次听到这句话 觉得很好笑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句话 我觉得好好笑 回家之后 要跟我先生分享一下 OK 好 然后 奥利芳 他就说 他的女儿四岁和六岁 是一起睡的 和父母分房 这个不错 对不对 就是四岁和六岁 就开始跟父母分房 很好啊 很好 很独立 OK 好 其实Dr.Chin本身 确实有自己的 小儿专科的诊所 所以如果你有需求的话 也可以去找他 就是大家可以在脸书上 找一找 就找到了ABC 对吧 我记得 ABC是其中一个诊所 这样东西还有一个 你就打Dr.Chin Trust Specialist就有了 OK 好 大家可以 如果有需求 好 我们现在还有八秒钟 回到直播 接下来聊父母这一块 非常关键 今天邀请到节目的嘉宾呢 就是Dr.Chin 他是一位小儿专科医生 然后呢 也是一位儿童性教育的推广者 然后刚刚在我们私下 做沟通的时候呢 因为可能也很放松 然后Dr.Chin也分享了一些 很有趣的例子跟故事 所以如果他真的很幽默 那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来到CD Plus FM的脸书 专业跟YouTube频道 来看看我们的现场直播 这个Live 这个Live我们会一直留着 所以你可能现在不方便 没关系 下班之后再看也OK 最重要就是 要让你有所收获 有所学习 那Dr.Chin 我的问题就来了 像我要快为人父母了 我就一直在想 谢谢 我就一直在想说 其实该怎么样 跟我的小孩来进行性教育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 就是父母本身 要有这个意识 父母本身可能有一些 心理障碍 是需要去突破的 所以其实要推广性教育 首先父母很关键 Dr.Chin 你会有什么重要的一些话 是要对父母说 我觉得义儿这个礼图 很开心 除非两个父母都要一支 手法要一支 你不要一支的话 你看你在怀孕的时候 每次看父母 就很期待的心态 买这个买那个 baby出世头两个 也还OK的 因为有 confirment center 跟你照顾 过后那些挑战 开始来了 尤其孩子生病 肯定会生病了 我们是人来的 手法要一支 然后老长辈 虽然是出于关心 只是关心 如果要插入一手 会更conflict 因为两方面 都不一样的手法 还有一个关键 就是所谓的 隔代教养不一样 可能阿公阿嬷的 那个年代 跟我们这个年代 想法又不同 对 比如说我在诊所时 是调解人 有时 阿嬷就讲 媳妇 媳妇讲阿嬷 很多都是因为 爱这个孩子 的关系 都是为了孙好 只是手法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老长辈有时候 我也是鼓励直播来听 因为我的直播 都是都25到45 老长辈下面 有一点点 几个bar 一点点 所以希望一起来听 我觉得 要学放 学增加知识 我always say 知识变成常识 你就不会好像 突然间很无奈 很无助 你就会听信 很多那些 没有知识的东西 所以 父母要一直 包括性知识 也是一样 OK 不知道不要逃避 去学习的 好像你们70% 做这个直播 觉得很好啊 其中一个推广 这个性知识 然后你思想一样 你做东西一样 你行动一样 我觉得很开心 孩子baby出事 如果真的有 你跟他按摩的时候 你跟他讲这些 然后以后一岁 开始会冲凉 一起冲 一起坦然地面对 讲这个器官 妈妈有乳房 是为了母乳 为了保母乳 然后你不一样 是因为妈妈 有这个乳线 要灶奶 所以我在我的讲座 我是直接放一个照片的 我也是收回很多 那些什么feedback for校长 90%老师都说OK 当然可是有一点点 老师说 哇 你这个太过直接 很难接受 所以我就拿大众 majority 我觉得可以接受 我继续放回一样的照片和video 在我接下来的性教育 所以我觉得 over 我觉得很好 这个也是一个所谓的 你刚才问有没有进步 有啊 接受度有啊 有进步啊 接受度越来越广 然后大家也比较认同 也比较能够直接 因为过往我们看到 有很多讨论到性教育的时候 可能都需要用卡通 或者是 不是用所谓正确的名称 对 所以但是医生 你会比较强调的是 如果可以 我们就直接说 直接讲 直接去看真实的照片 那小孩其实的认知会比较强烈 比较直接 对 这个是给五六年级 十一岁十二岁 你访问他们 他们很多都看过了的 你访问他们都知道 然后从中尾带出一些医学知识 比方说 你搞完 为什么人家 踢足球男生 free kick的 你要折到下体的 很痛 痛不是搞完痛 是背后痛 为什么背后呢 这个叫医学知识 因为我们的背后 是神经线 从那边下来的 所以有时候 你生boyboy 我们要检验 搞完有没有下 如果不能下 要把它拉下来 所以我从这种知识 拉他们的注意力 所以我engage他们 学生他们都很开心 有些爸爸也会听 这个知识很奇怪 为什么你上云点 我们搞完 塑到小小呢 然后老些 那个婴机会变到小小 老人家讲 会死掉拉出来的 都很冷啊 因为你搞完 会塑上去 它好像升降机这样的 很多那些知识 我觉得他们都很想听 我就把它拉进来 给他们听 就是让他们有所了解 其实有些时候 是生理的正常反应 但是因为我们不懂 所以就会觉得 就会把它所谓的 病态化 就认为它就是一种病 或一种奇怪的现象 对 然后我就希望 因为这个 所谓的 推广性知识 也是十年嘛 所以孩子 现在最多是十五十六岁 对 我等到十年过后 他们做爸爸妈妈的时候 看会不会带他的儿子 给我看 多多敬礼 还好你那时叫我 性教 现在我开始 我孩子叫性教 我就成功了 another ten years 我觉得你的 所谓的工作 非常的重要 这个推广性教育 因为我们知道说 现在尽管学校 已经开始进行 这种性教育的推广 但因为很多的老师本身 他可能还不是为人父母 或者是说 他本身对这一块 他也没有接受过 这方面的知识 所以他真的要在 一个课堂里面 对几十个学生讲 他可能对他来讲 也有点困难 对 所以你的工作很重要 你的推广工作 不过 看他们体验 也是所谓蛮开放的 他们讲新知识 新病 怀孕 还有未婚生孩子 所遭遇的心理压力 父母的压力 我觉得不错 里面的那个 那里面都很多知识 了解 那当然最后呢 也想要请 Dr.Chin呢 来给我们的家长 一些鼓励 因为其实 可能在看着 我们节目的朋友 很多都是家长 他的小孩 有一些可能是 刚刚要出生 或者有一些可能 小孩已经是 小学的年纪 那对这些父母来说 他其实认同性教育的重要 但他可能真的 不知道该怎么开始 那你有什么鼓励的话 或者让他们有一个方式 可以入门 然后可以开始 在家中执行 他们的新教育呢 我觉得 如果要为人父母的 现在你听过这直播 我就鼓励你咯 从初四开始呢 你就开始 赤裸裸跟他冲凉 如果是 一岁到四岁 这段时间 OK 我觉得四岁以下 我们都还可以 赤裸裸跟他冲凉 如果你觉得很尴尬 他就觉得 这么 看到我这样 发神经 如果就把人家脱掉衣服 你可以用画图画的方式先 绘本 或者你直接画出来 然后你可以 叫四岁五岁孩子 开始画图画 你可以画妈妈 是怎样的身体吗 你看他们画 分别不一样的 哥哥 他可能有画一点乳房 男生的画短头发 女孩子画长头发 还有呢 你叫画出来 慢慢带出来 如果能的话 我觉得赤裸裸是最好 或者从换衣服的时候 跟他讲 可能不用男女 如果你是三四岁 妈妈和女儿 爸爸和boy 到小学呢 我觉得你可以用 借用教课本那边的卡通 慢慢带过去 如果那时你很难 赤裸裸面对 也不用墙壁自己 如果两方面都很难接受的话 因为你已经失去了 那个王进棋 最佳的时期 对 如果你要从开始零岁 我觉得我本身是做得到 孩子十多岁 还有女儿六岁 都不会觉得很尴尬 反而他说 以后我大了 我会长毛毛 他讲 妈妈甚至如果有穿 PAT来月经 我妈妈太太会跟她说 以后你大了就会来月经 要穿PAMPERS 这样穿Type 老了也是要穿Type 大了 跟他这样说 at least他有意思 他可能不当什么叫月经 但他有这个意识 他记得妈妈说过 然后带出自我保护 这些性器官 不能给人家乱乱给人家碰 然后我在新教育也是讲过 所谓性侵犯 未必是行动上的语言方面 未必是性器官 可能头发拉 头发也是会得尊近扯 未必是女性被性侵犯 男性也会 同性性侵犯 你也是可能的 所以你要讲出来 不要沉默的 沉默就认同 所以就带出自我保护 到中学就比较难 如果能的话 如果有时我会鼓励 有时爸爸也是当你中学的 或者是12岁13岁 已经发育的 当然是朋友 有时我们真的 有时要多些COVID 给你们沉淀下来 在家时间太多 真的面对 不要讲摩擦 有时两个交流一下 对 有些好像在家中 是无话可说的 尤其是这种成长期的 十几岁的 因为你可能在他小的时候 没有 你知道吗 没有跟他培养一种朋友 或者是常常讲话的关系 所以十几岁的小孩 又开始有自己的想法 对 所以可能就跟家人 是无话可说 尤其是爸爸 对 因为爸爸可能比较严肃 比较黑脸的代表 就是我们也是要 从那边的出发点来找一下 没有一个男孩子 想被责骂的 他也想被认同 就好像你们放Facebook Selfie 有很多人like 认同 孩子也是这样 所以你的类型力不够强 你家庭观念不强 他就向外发展 女生也是这样 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家庭是最好的避风浪 为什么要向外离家出走 肯定有它的原因 而这个原因不是 一下子造成事 从开始造成的 所以你不做 到最后也是后尾默契 所以现在十多岁 还是可以的 我们要下降我们的自尊心 找出一个共同点 我觉得中学生都喜欢是Sport 爸爸本身喜欢Sport 没有 你不喜欢Sport 你也怎样跟他接路 他一起去跑步运动 我觉得找他们共同点 我觉得一起发挥 还可以做得到了 了解 我今天很开心 因为Dr.Chin 真的是非常用心 非常有诚意地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希望今天这一集的特备节目 就是所谓的儿童性教育 能够给所有即将要成为 父母的年轻朋友 或者是一些家中 已经有成长中的小孩 也开始去了解说 性教育很关键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开始 不管怎么样 我都觉得 现在开始是最好的 先就不要再等了 不要再拖了 今天非常感谢Dr.Chin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好的 我们现在 这个直播已经结束了 然后呢 我们在线上 我觉得可以再花几分钟的时间 回答一些问题 因为我看到有些朋友 最后有提问题 像是Jolin Law 他就说他要感谢他中华中学的老师 因为他说有教导他们 关于没读性病的厉害 他说性病是不能够完全治愈的 真的吗 有些不能 但有些是可以变得更好的 对吧 对 OK 那再来呢 他就说 他会潜伏在人体里面 所以爱自己的家人 爱自己的家人 就不可以滥交 或者是嫖妓 其实Joey Joey有一个问题 要问Dr.Chin 对 你看到最后一个吗 Dr.Chin Joey Wong I wonder 4 years old boy OK 刚讲到他性病 其实呢 有些性病是不能自根 就能control 比方说HIV 艾滋病 还有这个 所谓的那个 一种暴疹 Habis 然后 有些是 真是会致癌 也算我们有子宫颈癌的 那个 预防针嘛 因为从那个疫苗呢 可以预防他们感染这个病毒 所以 我在我的性 自私的 这里给孩子呢 我真的直接放那个照片 给他们看的 很吓人的 你印尽真的有包子 好像归烂 然后阴道也会很痛很痛的 有点阻下的作用 我觉得 因为有时你在所谓的 性冲动的时候 你没有想到后果 所以这种后果 他们有一个意识 他们会觉得 一下子 last minute 或者是所谓的安全套 然后 Joy Wong讲 Dr. Chen I wonder 4-year-old boy has different size of scrotum Is this normal Is this normal for boy 他很多时候 都是妈妈先问先 很奇怪 爸爸不问的 这样你要叫爸爸来问我吗 叫爸爸看他自己 总之 一个大一个小就不正常 一定要做检验 真的啊 肯定啊 要看是什么原因啊 一个高一个低 OK 可是 一个高一个低 但一个大一个小 就一定不正常 of course 不可能的嘛 但其实 男孩啦 几岁开始 我们才能够判断 他是一大一小 就是baby一开始 他就一定是一样的 有些先天型 一个大一个小 可能是水狼种 Hydrocele OK 我们给他到一岁 可能才做手术 OK 有时候会收回去 一定要做手术吗 不做手术会打结 这个打结 等下我要提一提 因为有一个case 这个是urgent case来的 OK 或者是一大小 是有时会变大 有时会变小 我们叫小肠气 有些先天型小肠气 在发育的时候呢 有些是会有那个 我们的静脉肿 它好像瘦一大堆 这样那边的 最怕是搞完炎 Cancer 可是小孩应该不常见 最多是水狼种 Hydrocele 很多是先天型 到了一岁 慢慢推 小时就不用做手术 有些是小肠气 然后讲到突然间 这个我是讲 突然间肿 平时一样 平常是OK的 一段肿 然后有痛 然后呢 皮肤有点带红 有两个原因罢了 一个原因就是 所谓我们的在 医学是emergency 那搞完打结 有些搞完 它锁到不紧下面 因为搞完是从 妈妈怀孕的时候 搞完是从我们的背部下来的 所以我讲痛 不是搞完痛 是后面痛 它把神经线一拼拉下来 所以有时候 搞完打结的时候 它的血流下来 流不到 然后呢 因为它天生 那个搞完可能有水狼种 它打结容易 要喷喷跳跳 或者它绑的神不够紧 一打结 它也是痛很厉害 王金奇是头六个小时 你不开刀 给它转回normal 那个搞完会坏死 我的刚刚上个月 就一个K这样 12岁的小孩 他打结 已经过了王金奇 所以那整个搞完 已经坏死了 要把它切除了 就那个男生 少了一个搞完 了解 虽然他还可以生育 不过他精虫 肯定少了一半 所以你会建议这个妈妈 因为他的家 他说他男孩是四岁 可是是不同的size 所以你会建议 先去找医生判断 对 如果这个听他说 应该不是急性 突然间来了 突然间来跟我说的是 突然间痛很厉害的 一个是搞完打结 一个是搞完发炎 有续境感染 这两个怎样分辨呢 我们要做emergency ultrasound 看到搞完的血液 流通不流通 如果是流通的话 是搞完炎 你吃抗生素就可以 所以你这个Joy 这个case很大 可能就是一直以来 都一个大一个小 我们要做判断 是什么原因 然后看下一步 是不是不需要 四手术 了解 然后他另外一个问题 他说他喜欢 就是向别人展示 show off他的private park 所以是正常的吗 啊 boy啊 啊 boy啊 他水到水 肯定有原因 要偷看什么 他应该是说 他的男孩吧 四岁男孩 很喜欢 就是展示 他说正常的吗 他问你 当然不正常 没有 他本身是觉得 可能他觉得很奇怪 自己有这样的东西 然后这种 我觉得父母要给他辅导 就是说呢 这个private park 是自己本身的东西 你不能展现给人家的 你要保护他 所以你为什么 我们要穿裤子啊 穿什么 我觉得有些是 小孩子喜欢 展现自己的 所谓的特别的东西 对对对 他可能也 小朋友就是一种 我要给你看 对对对 OK了解 你们就不要反正反应他 不要拍修拍修 不要给他太大反应 不要反应 他更需要做 对了解 好我们最后再来 念这个留言 然后我们就结束 今天的整个live 这边就是 Li Kim Ying 他就说 今天他是第一次呢 念哥妹俩的漫画 给他的女儿听 他说里面已经有一些 同性恋啊 生理期的字眼 他说现在的小孩 都很早熟 真的要从小就要教育 不然就会错过黄金期 所以他应该是认同 刚刚Dr.Chin说的 性教育要越小开始越好 对 他说他的女儿是今年五岁 五岁还可以啦 我觉得 对 OK了解 所以 谢谢Dr.Chin今天 跟我们那么用心的分享 希望接下来 如果有机会 Dr.Chin有时间 我们可能可以安排 其他的内容 然后我们可以 跟大家来了解更多 因为我想这些知识 我们比较少有机会学习 所以Dr.Chin 你的 你知道吗 你的这个职务 职责很重要 大家一起分享 对 好 谢谢 谢谢Dr.Chin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 拜拜 拜拜 很快一个小时